他持有1919的,13元有货 他说看报纸说,其实运费也跌了很多 对他持有的股份有没有影响呢? 我现在还在赚一点点 你建议他怎样做呢?13元买的1919 运费跌了很多,所以股价也跌了很多 前期之后,业绩之后,也曾经穿过底 我自己之前也曾经做过淡的,也OK了 但是你会发现,近期的股价走势开始跌不下 似乎那个股价是不是反映了运费跌的情况 反映了七七八八,我觉得似的 所以我自己的淡仓都评不了的 那我觉得形态上,13元那位 正正就是刚刚转势再抽上那些位 我觉得那个位都挺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这一转 可以弹到多高,因为你看到其他板块的 韩文股都硬朗的,是围入它就比较肉酸 那它会不会借到其他的板块的 可能2343啊,或者是316啊 那些的强势的就会扯回这1919上去 那我想13元买可以先坐着的 博它上一条亚天线 大概在说13.8那些位置 都不要太贪心了 因为始终199都蟹货比较多 有一赚就赚了全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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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摩